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首先給大家報導一則突發新聞 中國一顆重要衛星在太空解體 分裂成21塊 這個消息在中共方面沒有報導 但是在美國有報導 因為美國的太空部隊第18中隊發現了這個情況 現在這個18中隊也叫控制中隊 在追蹤中國這顆衛星分解出來的21個碎片 因為這些碎片在不同的方向 飛行或者漂浮 會對太空中其他運行的那些飛行器構成安全危害 因此美國的太空部隊全力追蹤 這件事情發生在前幾天3月18日 實際上就是在美中兩國高官在阿拉斯加舉行會談的時候 當時中共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外交部長王毅 還有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那裡舉行會談 而在3月18日 楊潔篪以咄咄逼逼人的戰狼姿態 發表了空前強勢的戰狼宣言 似乎意味著中共強起來了 中共站起來了 但是就在當天 中共這顆重要的衛星在空中解體 但是中共方面一律不予報導 這顆衛星叫雲海一號二星 是兩年前 2019年9月25日在甘肅九圈發射中心發行的 當時用長征二號丁型火箭 丁系在國外翻譯成D型火箭 長征二號D型火箭運載發行的 發行的時候 當時中共的報紙 包括新華社 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 還有中央電視台 做了大幅度的報導 大肆稱讚 認為取得了又一大重大成功 說這顆衛星雲海一號二星是具有空間攤測的功能 大氣攤測的功能 還有環境攤測 另外還有在更高太空進行攤測 另外還具有防災 抗災的這些作用 還有減災的作用等等 大肆吹噓了一番 但是當時發射成功 順利的進入預定軌道 但是從2019年9月25日發射升空 到現在也就一年半的時間 突然在空中解體 分裂成21塊碎片 就好像當年的蘇聯解體一樣 蘇聯解體是分裂成15塊 中共這顆衛星解體是分裂成21塊 這個事件仿佛是一個象徵性事件 因為美中在阿拉斯加吵架 激烈爭吵 給人的感覺似乎中國 共產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在超越美國 壓倒美國 但是這顆中共中央衛星在高空解體和高空毀滅顯示 在技術方面 尤其在太空技術方面 中國跟美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而現在是由美國的太空部隊 48中隊來追蹤這些碎片 而中國人都不知道 都在慶祝中國人不吃這套楊潔篪的名言 現在美國太空部隊表示這顆中國衛星墜毀的原因現在還不明 他們在繼續追蹤碎片和分析原因 也就是說揭示衛星墜毀的原因 分解和裂變的原因 恐怕還有待十日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終於吃上午餐了 而且吃得很狹義 很開心 很舒坦 他是在著名的風景區廣西桂林大吃午餐 因為在美國沒吃上午餐 美國不讓他吃午餐 在阿拉斯加會談的時候 美國既沒有供應午餐 也沒供應晚餐 也沒供應早餐 以至於楊潔篪 王毅這些人都回賓館 自己吃自己 而在一個鏡頭顯示 楊潔篪表示他吃了一個泡麵 這回王毅開始開懷大吃 原因是什麽 因為他在桂林接待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洛夫 兩人就在風景秀麗的桂林遊覽並且大吃 在舉行這個午餐會的時候 是在一個泥江邊的船型餐館 看上去不僅是王毅和俄羅斯的外長吃得很開心 大吃大喝 而且在旁邊還有美女 有美酒 還有一些女的服務人員 在旁邊服務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忙忙碌碌 顯得場面正是很大 讓王毅可以說是輸了心頭的一顆惡氣 在美國那裏連個午飯都討不上 但是現在跟俄羅斯外長在一起 可以親熱的一邊吃午飯 一邊欣賞美景和美女 還有美酒 這回是中共做的一個動作 因為就在阿拉斯加會談之外 美國和中國雙方都在做動作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隔日之後就飛往歐洲布魯塞爾去參加北約外長會議 就向北約和歐盟這些國家去通報跟中國會談的情況 那麼盟國之間更加齊心來對付共產中國 中共這邊採取的動作就是兩個 一個是突然有中共的中聯部長去會見北朝鮮駐中國大使 所以轉達雙方領導人的問候 再一個就是王毅突然接待俄羅斯外交部長 並且大吃午餐炫耀 說我們的午餐吃得很好 不需要美國的午餐 先說跟北朝鮮大使的會見 中聯部長宋濤會見大使的時候 說轉達了習近平跟金正恩的口氣 北朝鮮大使李龍南也說轉告金正恩給習近平的口信 但是他們轉達的口信看上去都是一個作秀 因為都是講一些過去的事情 比如說習近平祝賀金正恩 祝賀什麽 祝賀1月份的一件事情 現在就已經3月了 所以1月份 北朝鮮勞動黨就是執政黨開了一個第8次黨代會 所以很成功 鞏固了金正恩的地位 因此習近平向他祝賀 祝賀勞動黨第8次會取得圓滿成功 而金正恩祝賀習近平什麽 就是在新年之際 習近平所宣布的全面脫貧 全面小康 還有什麽防禦抗疫的成功 所以這些都是舊事 也就是說雙方是找一個機會來表達而已 而在表達中 雙方還表示要加強合作 去對付 共同對付敵對勢力的挑戰 所以敵對勢力就指了美國和西方 似乎終於中朝兩國再次的找到了共同的敵人 那就是美國 所以似乎在形勢上來一個再次的抗美援朝 另一場重頭戲就是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的會見和會談 據說他們在會談中是不封頂不捨上限 什麽都可以談到了這個程度 結果就談到什麽程度 談到居然說要做一個交換 說如果中共去武力攻打台灣的話 俄羅斯表示默認 甚至慫恿或者說支持 作為交換 中共就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 克里米亞的吞併 還有俄羅斯對烏克蘭 克里米亞這一帶的一系列的威脅和吞併 似乎作為一個交換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盡快達成 讓兩國元首盡快會談 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盡快見面 應付當前的國際局勢 說去年沒見面是因為大瘟疫 今年大瘟疫差不多了 兩人要盡快見面 所以當前的形勢就是雙方都遭到了美國和歐洲 西方的制裁 中共方面因為遭到了制裁 一個是因為香港問題 砸爛香港 砸爛一國兩制 背棄中英聯合聲明 再一個是因為新疆問題 因為在那裏搞集中營 迫害少數民族 搞種族滅絕 再一個是因為俄羅斯遭到制裁 因為他是鎮壓反對派 莫須有的罪名去鎮壓反對派 說到制裁 這次俄羅斯外長拉夫羅斯代表普京總統 給中方做出了一項建議 說建議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要更加減少對美元的使用 說更可能的 更多的 逐漸的使用本幣 也就是盧布和人民幣 擺脫對美元的依賴 原因是什麽 原因就是擺脫美國和西方的制裁 因為這個制裁通常針對俄羅斯的領導人和中國的領導人 就是限制不給他們發放簽證去美國 另外就是要限制他們跟美國的銀行進行任何的交易 包括存款 轉帳 炒股 支付等等 不僅如此 不僅美國的銀行不能交易 其他國際銀行都不能交易 因為其他銀行如果跟你發生交易 就會受到二級制裁 其他銀行就會排除在美元交易體系之外 而美元交易體系是SWIFT 這個體系非常強大 使所有人要做外匯生意 要做外貿生意 都要經過這個體系 如果你受到制裁 某個銀行受到制裁 等於說排除在國際銀行體系之外 因此俄羅斯外長就建議不要使用美元 或者減少使用美元 實際上俄羅斯早就提出了這個說法 中國也在號稱要人民幣國際化 但是俄羅斯的說法以前是停留在專家學者層面 這次是由俄羅斯的官方外交部長正式提出來 其實中共根本不敢接招 因為這是一個收主義 因為俄羅斯跟中國的情況不一樣 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很小 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 比如說廣東省或者江蘇省 中國規模要比俄羅斯大得多 第二個 俄羅斯的外貌也很小 跟中國相比 中國的外貌是世界首屈一指 所以外貌就大量依賴美元 還有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很少 而中國的外匯儲備很高 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都用來購買美債 就是美國的債券 因為美國的國債既穩定 而且盈利又好 回報高 是國際社會爭相追逐的對象 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一般是跟日本並駕齊虛 有時候是中國居第一 有時候是日本居第一 目前就在這個時候是日本居第一 持有最多美國國債 中國居第二 持有第二多的美國國債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接受俄羅斯的建議 如果中國真的跳出美元交易的情況下 他持有的美國國債 外匯儲備 還有這些進出口的貿易都會大受影響 所以實際上這是一個對俄羅斯有利 對中國並不利的一個所謂建議 這個建議其實就是一個收主義 中共方面可能表面上予以奉承 或者說予以寒暄 應付幾句 但是事實上中共根本就不敢接這個招 與此同時 這幾天 中共駐法國大使現在法國闖禍惹禍 繼續闖禍惹禍 這個人叫盧沙爺 姓盧的盧 比如說盧君毅這個盧 沙是沙子的沙 也是野蠻的野 但是讀起來給中國人的感覺是沙爺 他果然在沙爺 這個人在前幾年在加拿大當大使 就沙爺 當時跟加拿大之間有孟晚舟的事情 有華為5G的事情等等 中加之間有很多摩擦 當時盧沙爺就以傻野著稱在加拿大 後來是說嚴重損害了中加關係 後來被調離 結果他又被違以重任 因為他這個傻野和戰狼精神 得到了習近平王滬寧這些極左領導人的讚賞 欣賞 把他派去做更重要國家的大使 而盧沙爺到了法國之後 繼續傻野 繼續闖禍 去年闖了一個大禍 就是他在去年4月份 在中共組法國大使館的網頁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說法國有個養老院所實習的醫護人員擅離職守 逃離 然後讓老人都一氣而死亡 當時法國各界非常的憤怒 因為那是一個假消息 而局部的消息又來自於西班牙 跟法國毫無關係 所以當時法國外交部就召見了盧沙爺大使 向他強烈的抗議 說他的大使館刊登了這樣的毫無事實根據的文章 這一回 2021年最近幾天 盧沙爺又在法國闖禍了 他闖禍的原因是因為法國有一位議員 也是友台小組的成員 準備去訪問台灣 盧沙爺大使館就用私信的方式去制止 並且批評這位法國的議員 法國的議員就說他在干預 盧沙爺他們就把這些信件內容公開 公開之後有一個法國的學者叫邦德茲就發表了一個文章 說中共的做法是在干預法國的民主制度 相對於干預內政所不能夠接受 結果中共駐法國大使館有一個推特帳號 隔天就發了一個詞 這個詞在法語裏面就是小流氓的意思 小混混 或者是小流氓的意思 沒有別的詞 就在罵這個學者邦德茲 這就引發法國輿論嘩然 說中共的大使和大使館毫無文明素養 直接攻擊法國 說儘管邦德茲學者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應該受到人格的尊重 居然是用小混混 小流氓來比喻 但是中共的大使盧沙也不僅不改進 不接受這些批評 還進一步的發表長文 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發表了1600字的長文 痛罵法國的新聞界 輿論界 而且繼續痛罵這位學者邦德茲 然後用上了詞語叫瘋狗 還用上了一個噴子的說法 結果瘋狗在法語裏又翻譯成瘋狂的獵狗 另外噴子就被翻譯成意識形態魔獸 所以這對法語裏都非常嚴重 所以法國的輿論界可以說群起劃然 都紛紛要討一個說法 而且告訴法國政府必須召見中國大使向他抗議 不然的話 法國的尊嚴和國家意識如何維護 法國外交部就緊急召見中國大使盧沙也 結果盧沙也當天不去 他就謊稱說他有其他行程安排 說隔天才去 說自己隔天去做解釋 並且要解釋跟台灣相關的一些事情 這就是他最近在法國鬧起的軒然大波 這顯然又是一批戰狼 一批更瘋狂的戰狼 這關鍵還在於北京的極左政權對外國的批評有錯誤的理解 他們用罵來形容外國的批評 其實不管是美國的輿論 法國的輿論和西方的其他輿論 只要仔細讀的話 他們沒有一個詞是罵人的 都是在講道理 就算說你是迫害香港人 或者是違背承諾 違背中英聯合聲明 或者在新疆搞集中營 或者是性質上是種族滅絕 這都是一個定性 有事實有根據的一個說法 都是一些中性詞 沒有人用形容詞來辱罵 習近平政權聲稱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 解決了挨餓的問題 現在解決挨罵的問題 意思就是不准人批評 而不是有人罵你 並沒有任何人罵中共 是中共一天突然在罵別人 就跟北朝鮮一樣啟動 宣傳攻擊 宣傳機器 成天都在罵 中共罵美國 法國 或者西方國家的詞語可以說耳熟能詳 什麽別有用心 什麽用心險惡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還有粗暴干涉等等 但是在西方的這些輿論中 這些媒體中並沒有這樣的詞句 所以人家就是批評 就跟中國的意見者 中國的知識分子批評中國政府一樣 也就是一個批評 但是中共不僅不接收內部的批評 也不接收外部的批評 就提出了要罵回去 罵就是當戰了 說他們就真的罵了 就是用髒言 粗言惠語來罵 所以盧沙爺在習近平基礎政權的逼迫下 用槍頂著上就果然開始破口大罵了 所有的諸話 烏言惠語都出來了 什麽小流氓 小混混 瘋狗喷滯等等 其實盧沙爺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爺 傻坡打滾的盧沙爺 滿世界傻野的盧沙爺 用了這些詞語來辱罵法國的學者 或者輿論界 但是給人的感覺 他本身就符合他自己說出的那些詞語 那些形象 什麽小流氓 小混混 瘋狗喷滯等等 當他說出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對他個人形象的最佳寫照 最精準的寫照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